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器械检查 那么所谓的器械检查 它主要包括 比方说有心电图啊 比方说有这个内镜的检查啊 包括废功能检测 我们主要包括这几个 那么其中比较难的 好像呢就是心电图了 那么说到心电图 这个图估计大家一看啊 相对来说都是目瞪口呆 头皮发麻 暗淡五旺 尤其对于我们中医学啊 不管是考初级的 还是考组织的 这比较难 但好在我们考的 都是水它的文字的描述 那么既然考到了文字的描述 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你只要能做题就行 当然了 我们通过我们短短的这段时间 讲一个心电图 你不要有任何的一种幻想 什么幻想呢 我突然感觉 我已经是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啊 瞬间这个心电图 好像就学的明明白白了 哎 根本就远远不够 那么如果说想把心电图 学的非常透透的啊 没有三个月的一个 一个时间的沉淀啊 你这个门道啊 我估计你还得使着再往前走一走 那但是呢 我们对于我们应付考试来说 我们只要是能把他的一些这种关键词体验 尤其像出这种病理摘药体 比方说这种A2形 或者A3形 哎 你能看见他 你能选住他 哎 这样我认为就完全 所以呢 我们对于考试来说啊 对于这种技能检查呢 我认为这个分值啊 你还真不要去丢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类似一个超折道啊 你多拿一分 那么外面学呢 他就少拿一分 那么相当来说 你又比他多考两分 是不是来说的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看 那么对于心电图来说 我们有常用的心电图的导链啊 我们有1导链 2导链和3导链 那么这个地方呢 不作为一个重点来讲解啊 有时间呢 看一看就行了 那么我们讲什么呢 我们先从胸导链开始正式讲解 那么胸导链呢 我们主要有6个 实际上如果严格说呢 我们还有V7V8之类 那么我们常用是6个 那么V导链呢 在我们的胸骨右远的第4类啊 你干干 我们常用我们心脏在我们左侧 随着我们V1导链呢 在我们胸骨的右远第4类 所以它主要表示 在我们右心这个地方 那么V2导链呢 那就在我们水平过来 在我们胸骨左远的第4类 那么V3导链呢 它是在我们V2导链 和V4导链的至今 那就在进入中点 那么我们来看V4 那么V4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左侧的所有空间 我们前面讲过 提标层影 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连线 正中央呢 一条线 那么到了第5类的香蕉之处 此乃V4导链所在的地方 那么V3导链呢 它恰恰就在于我们V2 和V4导链连线的中点 那么V5导链呢 在我们的叶前线 平V4水平中 那么在叶前线在哪里 我们是不是讲过 我们叶窝的一条横线 我们叫叶横线 那么叶横线最前缘 左条垂线 此乃这个叶前线 那么叶前线 平到了V4导链中 那么这是V5导链 那么V6导链呢 在我们的叶中线 平V4 那么到了V7导链呢 在我们的肩胛下线 到我们叶后线 V8呢 到我们的肩胛下线 所以我们是这么来看的 那么如果考题的话 在这偶尔会考一道 比方说 说到V2导链在哪里 你要想到胸骨左边的第四列 那么所以说V1导链 胸骨右边第四列 V2导链呢 胸骨左边的第四列 那么V4导链呢 锁骨中线处 锁骨中线处 到第五类 那么V3呢 是V2和V4导链 然后呢叶前线 然后呢我们是叶中线 分别为V5和V6导链 那么对于心电图 各波段的硬 这个地方相当来 比较高端大体上档子 那么你大体最起码明白 我们心电图 有哪几个波值很关键 那么我们画一个 手势模式图吧 比方说这是P波 然后呢Q2S波 然后怎么样 T波 那么我们再来一个 比方说我们再画一个 比方说这是P波 然后呢Q2 P波 Q2S波 然后怎么样 T波 那么我们大体就是水这样的 那么第一个小山头呢 我们叫什么呀 我们最小P 就是P波 那么第二个 我们是一个组合 它实际上是三个波的组成 分别为什么呀 Q波 然后呢 二波 还有什么呀 S波 我们把统成叫什么呀 叫Q2S 那么后面一个小山头呢 我们叫什么呀 叫T波 那么这是一个标配 是我们一个标配的心电图的一个图形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各波段一 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比较云山五燥了 比方说P波比较什么 老师书上写了 叫什么 叫新房的除机化 什么叫除机化 什么叫除机化 或者说我们叫什么纳离子内流 纳离子内流 其实这个地方 我认为咱就简单点 我认为我们应该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那么我们目的就是为了过关 所以说呢 我们把这呢 抛开 它的什么所谓的电生离啊 离子流这块 我们直接怎么样 玩一个傻瓜式的教育 什么意思啊 P波 P波呢 我们就表示什么呀 心房啊 P波我们就表示 是一个什么呀 心房 那么我们心脏上面为房 下面为室 那么第二个 Q2S波 那么Q2S波呢 我们就考虑什么呀 心室 Q2S波呢 我们考虑心室 那么第三个T波 或者说是ST段都行 T波或者说ST段 什么叫ST段啊 那就是我们这个 S波和到T波 中间这个极限 这个距离 我们叫ST段 或者说后面这个山头 我们直接要提过 那么它表示什么呀 它表示心脏怎么样 缺不缺血 心肌缺不缺血 心肌的缺不缺血 或者说心脏怎么样 饿不饿啊 那么好像就简单了 来看 看见了P波 我们就考虑是什么呀 心房 那么瞅见了Q2S波呢 我们就考虑是一个心室 那么看它的ST段 或者T波 我们考虑它饿不饿 那就随便啊 心肌的血血 那么在这 我再次重申一点点啊 在此教室 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们都是自己人 是掏心 掏飞的 推心制服的 我们是这样 无所谓 但是呢 出了这个门 我就不认了啊 什么意思啊 你别说 嗯 李老师讲完了 我瞬间对心电图 就学明白了 感觉是雾透了 到了一个人生的巅峰 只是到了医院里面 你可不要嘚瑟啊 要怎么样 低调啊 主人啊主人啊 我已经学过心电图了 你看我对不对 你看你看啊 拿个心电图 说什么呀 这是心房啊 心房跳 然后呢 心屎跳 然后呢 不 这个我认为就 有点太漏了 什么有点太漏了啊 所以说做题好事啊 所以说P就代表什么呀 心房 QS波呢 我们考虑是心屎 那么T波和SDR呢 我们考虑心脏的缺部缺血 那么对我们常见心电图来说 我们要求怎么样 大量的笔记伺候了 所以说听我的课 相对来说比较变态 准备笔 准备笔 我们看什么呀 笔墨伺候 那么我们整体的 把我们相关的心电图 我们整体怎么样 总结那么一下下的 好 那么我们在我们整个组织 尤其是中一那颗 组织里面 那么在我们诊断学 这个科目里面 一说到心电图 它往往给我们临床 进行什么呀 吻合与刮口 我多次强调 一定要怎么样 集合于我们临床的内科学 那么对于常见 异常线图的 那么第一个 我们来看P波 比方说如果是P波 高尖 P波高尖 那么P波高尖的 我们P波代表什么呀 代表就是心房咯 那么P波高尖 那么心房有左和右 P波高尖 我们表示什么呀 右防大 P波高尖 我们可以考虑是 右防大 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考题好事 一看见P波是高尖的 我们考虑是右防大 就是右心房的边大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叫双峰P 第二个我们叫什么呀 叫双峰P 那么双峰P的意思就是 这P波有了两个小扇头 我们正常只是一个P波 那么正常呢 我们直接就一个P波 就过去了 它是怎么样 双峰P 万一呢是有两个小叠加啊 跟两个双峰似的 那么双峰P的 我们反过来说 那就是左防大 好 双峰P的 我们考虑的 那就是一个 左防大问题 好 那么这是P波的玩法 那么再一个 我们来看 电轴 右偏 好 电轴 那么如果说是电轴右偏 那么电轴往右偏了 我来 你来告诉 那么电轴右偏 它表示是 心始大 那么是左心始大呢 还是右心始大 这是个情商问题 老师 这个电轴右偏 难道是左始大 哎呀 右偏右偏 你说是哪大 那就是右始大 电轴右偏 右始大 我写 你也写啊 不要偷懒 电轴右偏 我们考虑是右始大 那么反过来 电轴左偏 反过来 我们是电轴左偏 好 电轴左偏 那么电轴左偏的 我们考虑是什么呀 左始大 那么电轴左偏 我们就考虑是一个 左始大 所以说P波高尖 右防大 双方P呢 左防大 电轴右偏 右始大 电轴左偏呢 自主大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那么如果说再玩一个 玩什么呀 玩你一些关于心率不齐的 比方说 比方说 如果说P波提前出现 P波提前出现 好 P波提前出现 P波提前 P波提前出现 那么P波提前出现 而且呢 Q2S波正常 Q2S波我们是什么呀 正常的 那么P波提前出现 Q2S波正常 就是我们考虑一个枣博 我们叫 七前收缩 你认为是哪一个 是不是我们说过了 P波代表什么呀 心房 什么Q2S波代表现 什么P波提前出现 说明心房出问题了 Q2S波正常呢 什么西时 没问题 我们是什么呀 仿枣 我们叫仿性的 七前收缩 好 仿性 七前收缩 好 我们的就是仿枣呗 仿性的 七前 收缩 当然了 它的代偿是不完全的 这个点呢 我们不用把它去深究 在我们内科里面 小学习上还会说它 所以说P波提前出现 Q2S波正常的 我们考虑是房子 那么有房子 就该有什么呀 十道 那就Q2S波提前出现 Q2S波 Q2S波提前出现 好 那么它是怎么样 它是提前出现的 那么Q2S波提前出现 而且还半样有什么呀 比较拉宽拉肥的 我们叫什么呀 半样有宽大器 有Q2S波呢 宽大机型 好 Q2S波宽大机型 Q2S波宽大机型 那么你宽大机型 大于多少 我们大于0.12秒 我们星电图的标配上来看 一小格是0.04秒 那么如果大于三小格的 那么就是大于三小格 我们是大于第二秒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代偿是完全的 我们把这个考虑叫 十道 那就是史性的 提前收缩 好 史性的提前收缩 史性的提前收缩 我们是先总结 再来看图 所以说 P波提前出现 Q2S波正常的 我们是仿性的 提前收缩 那么如果说 Q2S波提前出现 而且半有宽大机型 大于0.12秒的 我们考虑是一个 史性的提前收缩 我们也叫什么呀 十道 好 那么再来 那么如果说 这个奇验图 也是非常有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说叫什么呀 叫P波消失 P波消失 没有了 P波消失 没有了 那么P波消失 没有了 可是出现什么呀 出现小F波 P波消失 出现了小F波 那么什么叫F波 就是成了一个 好像是锯齿 是吧 我们正常的奇验图 那就是P波 Q2S波 怎么样 P波 它是怎么样 完全P波没了 乘一个小G纸状 在P2S波提 是吧 完全跟波浪模式的 那么出现小F波的 我们考虑是什么呀 那就是一个防禅 那么而且呢 它的新防律非常快 它的新防律 能快到什么程度呢 能达到350到600次每分 能达到350到600次每分 而且呢 22间7 绝对不起 意思就是 22间7啊 就是二波 跟相邻的二波之间距离 是完全不等级的 我们叫22间7 22间7怎么样 绝对不起 22间7 绝对不起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通通考虑叫什么呀 防禅 我们通通考虑 那就是防禅 那么什么叫禅啊 比方说这是个新防 什么正常是收缩梳张 收缩梳张 那么如果说防禅 意思就是怎么样 整个心脏不能要收缩 什么这叫什么呀 禅 那么它的新防律 跳动是非常快的啊 我们达到300到600次 那么这个就是防禅 那么好 我们再来 那么如果考试呢 不考你 P波消失 出现癌波了 他考什么呀 考你如果说连续出现 连续 如果说连续出现 大于等于三个以上 大于等于 这是大于等于二 那么大于等于三个以上的 10枣 大于等于三个以上的10枣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我们常说 叫三个10枣为时速 那么10枣 我们就要使用期限收缩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系列图上 出现了连续 大于等于三个以上的 Q2S波的宽大机型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考虑叫什么呀 叫时速 这个时候我们考虑呢 叫时速 当然了 关于时速的 还有几个他的体验 我们顺便怎么样 说一圈圈 什么意思啊 比方说我们还有个叫 新史夺货 还有个叫新史夺货 新史夺货 或者说什么呀 史性的融合波 新史夺货 或者说史性融合波 新史夺货 史性的融合波 包括什么呀 房史分离 房史分离不用写的了 新史夺货 实性融合波 这我们都考虑是时速 那么什么叫新史夺货 它只是说它的激动的点 正好呢 落在我们哪儿啊 落在我们的绝对不应期时 而没有表达出来 如果落到现在不应期呢 而发生了融合 我们就要实性融合波 那么这个点呢 我们不必要把它研究那么透透的 而且也不需要 在考虑中啊 靠你文字描述 能拿分 这是什么呀 王道 所以说你只要看见了新史夺货 或者说瞅见了史性的融合波 OK 你就选什么呀 选史速就行了 好 那么这是新念图的 这个板块 我们再来说两句啊 P波消失 又防大 双峰P 左防大 电轴右偏 右矢大 电轴左偏 左矢大 那么反过来 如果P波提前出现 Q2S波正常 这就是什么呀 防造 防性的 起研所走 那么反过来 如果说Q2S波提前出现 而且败有什么呀 宽大器 那多宽算宽啊 你多胖算胖 你这个标准啊 我们大概多少 大概0.12秒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考虑是 史早 也叫史性的 迁锁 那么如果说P波消失 出现什么呀 F波 那么新防律 能达到350到600次 每分 二间期是绝对不起 这个关键词啊 如果二间期绝对不起的 那么这些通通 我们考虑是什么呀 防战 通通考虑是防战 那么如果说连续出现了 大约等于三个以上的 赤尔斯波困难器 或者说连续出现 大约等于三个以上的 十字 那么这些我们都叫什么呀 史宿 还有它几个名片啊 新式夺货 还有使用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说二间期绝对极的 甚至二间期非常小 小于两格的 我们这种考虑叫什么呀 叫史上宿 那么史上宿呢 在我们整个考试中啊 兴电图上 它的考的几率不大 在这呢 我们也不把它以板书形式进行讲解 好 那么除了以上的新电图呢 我们慢慢醒啊 如果跟不上了 赶紧按个暂停就完了 然后呢 我们准备把它怎么样 擦掉 擦完以后 我们来写第二版的 新电图的玩法 好 我准备把它擦掉 那么我们再来 那么新电图除了这块以外 那么我们还有哪一块啊 比方说 我们还有的就是关于慢的 那么什么叫慢呢 比方说防止传导组织 比方说防止传导组织 防止的传导组织 那么防止传导组织啊 它意思就是慢 那什么意思啊 就是渡方节发送的指令 如果到了防止节啊 到了防止节 它有了延迟时 我们把这个叫什么呀 叫组织 那么防止传导组织呢 我们主要看什么呀 看P2间期 我们主要是看P2的间期 那么如果说P2间期 大于0.2秒 如果P2间期呢 大于0.2秒 那么我们这个就叫什么呀 组织 那么防止传导组织呢 我们又包括了三个 我们有一度 一度的防止传导组织 一度的防传 一度的防止传导组织 还有什么呀 二度 我们还有什么呀 二度的防止传导组织 二度的防传 那么二度防传呢 又分为一形和二形 又分一形和二形 而一形二形呢 又叫什么呀 文式形和末式形 文式形 还有什么呀 末式形 像是人名类似 还有什么呀 三度防止传导组织 还有就是三度的防止传组织 三度的什么呀 方传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特点 所谓一度防传组织 是说是我承认 我发送的指令 比方说这是个心的 比方说这是个心的 水平一刀上和下 垂直一刀左和右 看片子照镜子反弹看 这是左这是右 那么我们斗防节 是我们整个心脏的老大 是吧 我们正常心脏跳得非常有规则 是吧 上面叫防 下面叫石 我们正常心脏 我们是不是讲过 我们正常心脏 心防收缩 心始术章 心始收缩 心防术章 它跳得非常有规则 而且我们正常是 它还不会同时收缩 如果你想想 心脏本身就是个肉团子 如果同时一收缩 蹦 心脏是不是就完全破裂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研究了 到底是谁指挥的心脏 这么非常有精密的 有节奏的 有组织的 心脏这么来回跳 后来我们才发现 那么在我们心脏上 有一个老大 那就是斗防节 那么斗防节在哪住战呢 在我们的右心房 右心二侧 那么斗防节 它发送指令 传给谁啊 传给了防使节 当然又通过三根小蜜 通过三根小蜜 传给了防使节 那么防使节呢 又通过西树枝和左右树枝 最终传给了 除肯眼纤维 那么如果说是斗防节 斗防节发送指令 传给防使节 发生了延迟 我们叫P2间7 P2间7大于0.2秒呢 我们把这个叫什么呀 防使当作 那么一度是说 P2 大于什么呀 0.2秒 只要是组织啊 肯定是带0.2秒 那么P2间7呢 大于0.2秒 但是呢 无QR波速度 没有QR S波的什么呀 脱落 那么没有QR S波脱落 这个我们叫什么呀 一度防战症 这就好比是 结婚啦 比方说 我是09年结婚 到了现在 是吧 已经我们常说7年这样 和我都远远不止7年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常说是 拉了媳妇的手 相当于左手拉什么手啊 老师 左手拉右手嘛 其实债算不错了 是吧 你左手拉右手 最希望你能感觉到 拉了手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拉了媳妇手就相当于没拉手 跟拉空气似的 哎呀 完全是天天是围着锅网瓢盆 围着海子转 基本上没有什么激情了 没有什么淒连了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慢慢慢慢怎么样 呃 这媳妇就说了啊 你每天晚上你回家啊 回家规定 是吧 6点下班 一小时机动时间7点准时到家 现在是属于什么厢啊 我不是7点到家 反正是我每次我都回家 但是呢 我都是7点以后回家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叫一度防止 穿到夺制 为什么呀 就是P2间期大于0.2秒 就相当于怎么样 7点以后回家 但是我保证 我都回家 那么我导致我都回家 意思就是没有Q2那么多的 那意思就是说 每一次的指令 能传给新房 也能传给什么呀 行事好 此乃一的防止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 慢慢的 我晚上这么7点后再回家 那么我干什么呢 哎 我后来呢 我就去酒吧 啊 消遣消遣 去客厅吼一嗓子 去徐中心 涮一涮 反正人生不就这样吗 吃吃喝喝 洗洗涮涮啊 这就是没事的 跟几个朋友在一块 喝喝酒出去牛啊 这个完全是 还是能做到的 慢慢的 慢慢的 就碰见一个红颜之际 那么什么叫红颜之际呢 第一个漂亮 啊 第一个长辆漂亮 啊 第二个呢 这个女孩还有钱 啊 有钱 第三个呢 在给我吃饭还不用花钱 哎 这个事如果谁碰到了 我认为是好事 是不是 你看看 在一块能唠嗑 啊 在一块能喝酒 在一块能唱歌啊 在一块能交谈 关键呢 还不花你钱 我觉得这个事 如果摊到谁头上啊 都是心里是没开二度 爽歪歪感情 那么这个时候呢 比如礼拜一啊 我们一块吃个饭 啊 我是八点回家 啊 延迟吧 八点回家 那么礼拜二呢 我们去酒吧又唱个歌啊 我们到九点回家 那么礼拜三呢 我们一块呢 在一块交谈嘛 喝咖啡啊 去喜马拉克 有文有雅啊 这是呢 我们又是十点回家 那么到了礼拜四呢 我们又一块怎么样 去商场逛一逛啊 我们甚至于到十一点才回去 那么到了礼拜五呢 就说了 说这样吧 咱们今天晚上啊 我们找一个宾馆啊 你坐在我跟前 我坐在你跟前啊 你的手放在我膝盖上 我的手放在你膝盖上 咱们促吸夜叹 当然了 我们什么也没干 可是这个时候说 我是不是没有回家 而且呢 我周一是八点回家 周二九点回家 周三呢 十点回家 周四十一点回家 周五呢 不回家 那么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是不是有一次不回家 那么只要是有一次不回家的 我们就有什么呀 QRS波特托洛 是吧 托洛意思就是说 它的指令并没有完全传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什么呀 叫二度一型的房始穿度质 所以说所谓的二度房穿度质 意思说肯定是伴有什么呀 QRS波特托洛的 那么它的心电度特点 文字怎么来说呢 P二间七 啊 P二间七 P二间七呢 逐渐延长 P二间七 逐渐延长 好 P二间七呢 逐渐延长 然后呢 半 QRS波特托洛 半有 Q二 S波特托洛 那么 Q二间七 P二间七 逐渐延长 半有 Q二波特托洛的 那么这个叫什么呀 二度一型 是吧 你看我周一八点回家 周二九点回家 周三十点回家 周四 十一点回家 周五不回家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P二间七 逐渐延长 好 那么时间长了呢 这个女孩也不愿意了 说什么 咱俩一周才有一次促息一谈 感觉好像不是很过瘾 这样吧 咱们把时间 好好地归纳归纳 怎么办呢 一三五 咱们一块促息一谈 二四六呢 你回去媳妇 跟媳妇呢 促息一谈 嘿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 把时间合理分配啊 更加的效力和优化 那老师呢 礼拜天呢 那礼拜天肯定要 要怎么样 学一些吧 是吧 这个人都是肉掌的 时间长了也扛不住 扛不住 所以说二型的特点 这是水什么呀 P2间期固定延长 啊 P2间期 那么P2间期呢 固定延长 P2间期固定延长 半 QS波 要固定两字 是关键词啊 Q2间期固定延长 半有什么呀 Q2S波的什么呀 托轮 那么 那么这是水水的二度二型 那意思就是说 135不回家 246回家 这要什么呀 P2间期固定延长 那么时间长了 那媳妇 时间长肯定是生意 怎么怎么怎么 关键是什么呀 关键是老看你家班 晚上不回来啊 关键是还不挣钱 钱还不往回家 而且还看你这个 这个我呢 还日渐销售 这个时候肯定就心中可疑啊 那么随着暗中观察 发现了 发现什么了 发现好 到了半年 你是在外面又找了一个 在外面找了一个 雷霆大怒 怎么样 这样吧 你走你的独墨桥 我过我的阳光道 咱俩好说好饭 以后怎么样 相忘于江湖 意思怎么样 离了呗 那么离了 那么离了婚 必定是我是过错 是吧 媳妇代表什么呀 兴法 我呢 代表什么呀 西氏 那么你认为 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那么财产分割 谁分的比较多啊 那肯定是什么呀 媳妇分的比较多 那么所以说 三度方向全都市 那么今生我们可出现什么呀 房室分离 我们可出现房室的分离 当然了 室宿呢 也是房室分离啊 但是它有什么特点呢 那么这个是呢 新房率 我们新房率 那么新房率 是大于什么呀 新室率的 新房率 我们是大于什么呀 新室率的 那么而且二间期呢 非常拉长 甚至我们能拉到什么呀 能拉到八个中轨上 什么 整个新率非常非常慢啊 能达到四十次以下每分 甚至达到三十次以下每分 基本上心脏是属于那种 濒临的 骤舞体积的 这是什么呀 三度 三度的意思就是新房 你跳你的 我跳我的 甚至于在某一个时间点呢 新房跟新室同时受损 这个时候我们一听 哎呀 这声音非常大 好比是大炮 打出声音 我们把这叫什么呀 叫大炮影 啊 我们把这个叫做什么呀 大炮影 哎 这个表示什么呀 新房跟新室同时碰 所以说这个时候基本上 人啊 必须要做什么呀 做这个 起泊器 是吧 如果不做起泊器 基本上 此命休矣 随时有可能 驾鹤吸油啊 云游鱼 什么呀 西天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防御团队织 好我们来看看啊 P2间期大于0.2秒的 我们都考虑这防御团队织 那么如果说P2间期大于0.2秒 但是没有 Q2团队织 就好比如果每次我都回家 只是我回家比较晚一点 这叫什么呀 一度防御团队织 那么二度防御团队呢 肯定是有意思是不回家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分一型和二型 也叫文式型和木式型 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 如果说P2间期逐渐延长 伴有Q2团队织 OK 你就属于二度的1型 防御团队织 那么如果说P2间期呢 固定延长 伴有Q2团队织 我们是什么呀 二度 二型的防御团队织 当然了 如果是三度防御团队织呢 那就是你过你 我过我 新房跟新史 相望于江湖 防御团队织 那么要求呢 是新房率 这很关键啊 新房率 大于什么呀 新史率 那么可文集什么呀 大朋友 那么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说防史分离啊 如果说是新史率 防史分离 如果说是新史率 好 新史率 那么新史率 就是新史跳四路啊 新史率 大于新房率 如果说新史率 大于新房率的 这是我们考虑什么呀 我们可以考虑史速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是一个史速 就考虑史速 但是对于我们中一这块来说啊 几乎是不会 这个则考的啊 如果说考到祖坟上 考到祖宗十八岁上啊 也就考到这儿 就算是冒青烟的啊 冒青烟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房史的 吃脑组织的考虑啊 慢慢写 不慌 这么上呢 按个暂停就行了 好 篇幅问题 我有准备怎么样 把它再次怎么样 擦掉 好 我们再来写 那么新电图 如果再考虑 还考什么呀 可以考虑什么呀 关于T的问题呀 ST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比方说关于心脚痛的 啊 比方说关于心脚痛的 是不是 现在都缺血了嘛 心脚痛的 那么如果说是ST段下降 啊 如果说ST段 如果说是ST段下降 啊 甚至于我们大意是吧 0.1毫浮 甚至于我们准确说 我们大意0.05毫浮 那么ST段下降的 我们考虑是什么呀 稳定性心脚痛 我们可以考虑是一个稳定性 好 我们可以考虑是一个稳定性的心脚痛 好 稳定性的效痛 那么反过来 如果说ST段怎么样 抬高 ST段抬高 那么ST段抬高的 这个是考虑是个灌脉 精卵啊 血管精卵而引起来的心脚痛 我们把这个叫什么呀 比较特殊 我们叫变异性 效痛 所以说ST段抬高 我们可以考虑是一个变异性 我们可以考虑呢 是一个变异性的心脚痛 好 我们可以考虑变异性 所以说ST段下降 稳定性效痛 那么如果说ST段抬高呢 我们考虑是个变异性 好 那么再一个就关于心梗的玩法 好 关于心梗的玩法 那么心梗呢 我们就指心肌的什么呀 梗子 那么对于心梗来说 我们任何一个细胞 或任何一个失误 它无关包括三阶段 比如说我吧 是吧 你断我粮草 我开始饿 饿的时间长了 没劲了 我发生什么呀 损伤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不给我急呀 我慢慢是怎么样 逼入一个死亡状态 所以说心梗呢 也是有三种形态 比方说剃波倒置 好 剃波的倒置 那么剃波倒置的出现 我们表示什么呀 心梗的缺血气 表示心梗 心梗的亲肌细胞嘛 心梗的缺血状态 那就是缺血气 好 心梗的缺血气 那么剃波倒置 表示心肌梗子的缺血气 那么第二个 那么如果说ST的 那么ST的功倍 向什么呀 向上太高 是不是 ST的就红细飘飘 ST的我们一会看图 能看见啊 ST端功倍向上太高 那么ST端功倍向上太高 那么功倍向上太高的 我们考虑什么呀 心肌梗子的损伤级 我们考虑心梗损伤级 好 考虑心梗的损伤级 那么这是我们的ST端功倍向上太高 那么当然第三个 病理性Q波 第三个 病理性的什么呀 病理性的Q波 病理性的Q波 人死了送什么呀 人死了送到什么呀 老师那人死了送过钟 你还土豪 你还送老力士呢 人死了送花圈 圈圈圈 圈嘛 跳波 送花圈 这个比方什么呀 这属于是这种到头了 到头了 我们心梗的快死期 我们比方什么呀 心梗的快死期 心梗的快死期 那么虽然这是我们一个冠心病 冠心病里面两个病嘛 一个心脚痛 一个心肌梗子 它的波形 好 啰嗦一遍 那么心脚痛 那么如果说是ST段下降的 我们考虑什么呀 稳定型的效痛 那么如果说是ST段抬高的 我们考虑是变异型的效痛 那么对于心梗来说 它也有三个图形 分别为剃波倒置 我们考虑是心肌梗子 心细胞的缺血期 那么如果说ST段 功倍向上抬高 我们考虑呢 心肌梗子的损伤期 那么反过来 如果说是个病理性Q波呢 QQQ划圈了 那么在心梗里面 你以为最典型是哪个图形啊 心肌梗子 心肌梗子 是不是带个死字 那么既然带个死字 肯定是Q波 所以说病理性Q波 它是我们心梗的什么呀 特征性的图形 它是带有特征性的 它是带有特征性的 典型性的 都信 特征性的 那么随着这是我们心脚痛和心梗的 那么对于心念图来说 还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考点 比方说 我们有什么呀 ST段 ST段 怎么样 功倍 老师你刚不是 S要功倍向上 不就是心梗的损伤期吗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是 吃奶药解扣 慢慢来啊 我们是ST段 功倍 向下抬高 那么如果说是ST段 ST段功倍向下抬高 那么ST段功倍向下抬高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考虑什么呀 我们考虑的那就是心包炎 我们考虑心包炎 ST段功倍向下抬高 我们考虑的就是心包炎 好 那么再来一个 那么如果是T波问题 好 T波问题 比如说T波高尖 好 T波高尖 那么T波高尖 你认为学家是高学家低学家 高尖高尖 可以什么呀 高学家 这叫T波高尖 高学家 T波高尖 我们是高学家 那么反过来 那么如果说U波 U波 那么什么叫U波 就是我们这个P波 Q2S波 T波后面 又出来了一个小波 这个叫什么 又出来一个小波 这个我们叫什么呀 叫U波 所以说U波的 我们是B学家 好 U波的 我们是低学家 那么如果说考到我们那颗学 比如说心理衰竭 用药 用阳低黄石 也有个心电图 更有关系 我们叫什么呀 我们叫ST段 好 我们叫ST段 我们叫什么呀 ST段 鱼勾样改变 ST段 鱼勾样 那么ST段 鱼勾样改变了 这个时候我们考虑什么呀 A是吃鱼了 B呢 是吃鱼钩了 C呢 我们是阳帝黄的起效量 或者阳帝黄话 阳帝黄起效量 选哪个呀 老人呢 只能选C的 还是真厉害 一看大家都会 一看都是有层子 我们表示什么呀 阳帝黄的起效量 记住啊 是阳帝黄起效量 或者阳帝黄话 但不能叫什么呀 不能叫阳帝黄的中毒量 为什么呀 因为它没中毒啊 只是H可以了 不要再加量了 这个量刚刚好 已经起尽了 我们叫什么呀 阳帝黄起效量 抢星要吗 什么地高星啊 毒K啊 这个西里兰啊 毛发简啊 就这类啊 阳帝黄起效量 好 阳帝黄的起效量 让起量 好 那么走到这了 我们就把清点图 观看它的文字描述 入一处A2形体和A3形体 给大家一块 分享完了 很多很多 简单的回编来看看啊 我们说的P波代表什么呀 心房 QS波代表什么呀 心齿 是什么来说的吧 T波代表 恶不恶 这么说也行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如果说P波高间又防大 双方P左防大 电轴左偏左矢大 电轴右偏右矢大 是不是很吞之间 P波提前出现 QS波正常的防造 如果QS波提前出现 伴有宽大机型的 我们是什么呀 石造 我们叫矢性的 西前受刺 好 那么我们再来讲讲 那么如果P波消失 没了 出现小F波 新房率三分到640分 27 绝对不起 我们考虑什么呀 那就是防禅 那就防禅 那么反过来 如果说什么 连续出现三个以上的石造 甚至于新式度 或使性融合波 乃至于新 是防止分离 当然 西式率大于新房率的 我们通通选什么呀 选史素 我们通通选史素 那么我们再来 那么如果考到了 防止传达组织 我们讲过 看什么呀 看P2 我们叫P2 那么如果P2 大于0.2秒的OK 那就是防止传达组织 如果我们又分1度 2度和什么 3度 如果P2 大于0.2秒 没有QR不脱落 OK 那就是1度的 防止传达织 那么反过来 那么如果说P2 大于0.2秒了 而且逐渐延长 半有什么 QR不脱落 那么如果说 半有QR不脱落 我们瞬间考试 2度一起 起进入 逐渐和半有脱落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P2 固定延长 半有脱落 我们是2度 2性防止传达 当然了 你过 我过 我的新防律 大于新实率 防止伏率 而且有大炮银 记住 这就都属于是 三度防止传达 尤其是 新防律 大于什么呀 新实率 这是最关键 考试很坏 又来个什么 新实率大于新防律 那就错了 我们三度防止传达 那就是新防律 大于新实率的 我们通通是 三度的防止传达 好 如果S2抬高的 我们是变形效果 当然了 如果新梗来看 剃波倒置 心机梗死的什么呀 缺血期 功倍向下太高呢 损伤阶段 如果BQ波的 人死了 怎么滑圈呗 心机梗死期 心机梗死期 如果S2 功倍向下太高 我们是新防律 如果说S2 成鱼勾样改变 我们是阳帝皇的乔链 反正跟阳帝皇有关系 那么剃波高尖 高血价 优波呢 低血价 好的 这我们整个系列图 我们所要板书形式 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具体的来看看 比方说左防大 是吧 左防大 我们讲了 左防大叫双峰匹 是吧 左防大 我们叫双峰匹 那么既然是双峰匹 那就匹波成什么呀 双峰状 我们也叫二间半形 匹波常见于二间半下站 常见于二下 我们叫双峰匹 是吧 你看这是右防 这是左防 因为我们度防节 是从右防开始发送的 所以我们前半个弧 代表右行方 那么后半个呢 我们代表左防 这叫双峰匹 那么第二个呢 是右防大 我们叫匹波高尖 第二个右防大 我们叫什么呀 匹波高尖 所以我们在二三 AVF导连呢 我们也叫废性匹波 往往是呢 这个匹波呢 是比较高 是吧 匹波呢 是比较高 这个叫什么呀 匹波高尖 那么我们第三个是左时飞大 那么左时飞大 其实左时啊 我们主要看V5和V6导连 它可以大于2.5毫浮的 那么这个电器 你可以不用管的 但是看电轴 你看 我们是新电轴 哪偏啊 新电轴 左偏 所以说电轴 左偏 左时大 那么反过来说 电轴右偏 该哪大啊 电轴右偏呢 我们该什么呀 该右大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 考到你体检时 我们也说过 是吧 左时大时 我们心肩不动 向哪一位啊 我们心肩不动 向左 还是向左下 我们心肩不动 向左下一位 我们心肩不动 那么我们心肩不动呢 向左下一位 心肩不动 向左下一位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考虑是 左时的 肥大 那么优势肥大呢 我们是电轴右偏 那么电轴右偏 我们主要可以看 微导链 因为微导链 是在我们的优势 这个地方 是吧 而且呢 如果考到体检时 提个检查 那么优势肥大时 我们心肩不动 向哪一位啊 心肩不动 向左一位 那么这个地方经常考 这个地方经常考 如果考的话 让你出题 你也得往这来考 所以呢 我们是心肩不动 向左一位 心肩 左动 然后呢 向左一位 心肩不动 向左一位 这个我们考什么呀 又是肥大 好 来做题看看 说左防肥大的 心肩图改变是哪一个 我们说了 双方P 左防大 P波高肩 右防大 好 找双方就完了呗 这这题 我们选什么呀 选5号E 我们是双方P 左防大 P波高肩 右防大 那么对于心肩缺取的 典型的信用通 典型信用通 我们是ST段怎么样 下降 我们是ST段 下降 那么ST段下降呢 我们是典型 那么什么叫典型向通啊 那就是稳定向通 一活动就腾 不活动呢 不腾 这叫稳定型向通 好 我们是一个稳定型的 新角度 所以S2下降 稳定向通 那么第二个 我们还有变异向通 那么变异向通 它主要是指 灌脉怎么样 金轮 那么灌脉 金轮是我们用药 可以用点什么呀 销本地瓶啊 钙利解放剂 什么维拉帕米 第二种之类 那么它的特点呢 就是ST段太高 ST段的太高 那么这是属于 变异型的效度 那么星期更新的 我们有三个问题 来看 第一个呢 缺血气 首先先缺血 缺血气呢 我们可出现什么呀 剃波导致 所以缺血气的 我们是剃波导致 缺血气 剃波导致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是损伤气 那么损伤气呢 它的图形是我们常常 脑海里 经常能想到的 我们叫红旗飘飘 什么意思啊 ST段 攻背向上 抬高 ST段 ST段 然后呢 攻背向上 抬高 ST段 攻背向上 抬高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星期更子的 损伤气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坏死气 那么坏死气呢 我们可出现什么呀 比例性Q波 要并Q波呢 什么叫并Q波 比方这儿P波 然后呢 出现一个这个波 这叫什么呀 Q波 是吧 第一个波朝下 就是Q波嘛 我们可出现 异常的Q波 Q波 这表什么呀 快死气 所以我们星期更子 最典型的图是哪个呀 是吧 Q波是最典型的 什么最有特征性的 都选它 就可以做最好事 好 那么我们看看定位诊断 定位诊断 是我们整个胸导链 我们说了 什么V导链 在我们胸骨右远 第四类 V2导链呢 在我们胸骨左远的第四类 那么V4导链呢 四五中间到第五类 V3呢 是V2和V4之间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看啊 V1到V3到0 我们考虑什么呀 叫前肩币 什么叫前肩币 看V1 V2中间是不是 是不是还隔了一块呢 这叫肩 是吧 中间隔一块的 所以那V到V3呢 我们考虑是前肩币 我们考虑是一个前肩币 好 考虑是前币型的 这是定位诊断 那么第二个 那么如果说是V4到V5 V4到V5 或V4到V6都行 这个呢 我们考在这边 这叫什么呀 叫局限前币 V4到V5到我们考虑是 局限前币 新根的定位 我们考虑是局限的前币 局限前币 那么再来 那么如果说V1到V6 V1到V6 那么V1到V6 就等于是从V1到V6 是吧 整个星室是不是 全给盖住了 这个我们叫什么呀 叫广泛性前币 好 我们考虑叫什么呀 广泛性 这个点我认为是 大家都能选出来 我们是广泛性前币 好 是一个广泛性的 一个什么呀 前币 那么当然 如果说是23AVF 就是肢体导链啊 2到0 还有什么呢 3到0 23AVF 那么F是什么呀 F是负的脚 你想脚对的心脏是什么 下下缘吧 现在就是什么呀 下臂 我们考虑是下臂性格 那么下臂性格的往往是右挂慢慢地 可以允许我们心率的减慢啊 这个其实对于中医来说 不要求力怎么深 就那23AVF 我们考虑是下臂 那么当然了 如果是1 AVL 1 VL L是什么呀 Left Left到左侧 那么直接对我们心脏是点 侧面 我们叫什么 高侧臂 带L的啊 带L的 带F的 F是脚 F的 现在F的就是下臂 那么带L的 左上支嘛 就能是什么啊 高侧臂 带L的 我们是高侧臂 带L的 我们是高侧臂 当然如果说到了什么V7V8的 我们到后臂啊 后臂 这个我们不做讲解 所以说V1到V3的 我们是前前币 这我们心育公司的定位诊断啊 如果V1到V3导连 可出现Q波 顾目向太高的 我们是前前币 如果说V4V5的 我们考虑是 局限前币 如果说V1到V6导连的 我们考虑是 广泛性的什么呀 前币 如果说23AVF的 我们考虑是下币 如果说1AVL呢 我们考虑是 高侧币啊 高屁 好 那么这我们心育的定位诊断 好 做题来看看 说功倍向上的 I3抬高 多见什么 A呢是极性的心肌梗死 B呢是陈俊的心肌梗死 C呢是极性的心肺炎 B呢慢性梗炎 B呢是 琐使没大 是吧 功倍向上肯定是极性肌啊 所以我们选A咯 那就是极性的心肌死 所以说一说到ST段呢 一说到ST段呢 无外乎这几个玩法呗 第一个是ST段 功倍向上 ST段 功倍 功倍向上 那么ST段功倍向上呢 我们考虑是是吧 极性性格 啊 考虑是极性的心肌 那么慢性性格 或者陈俊性格 陈俊性格啊 没有慢性啊 就是陈俊性格的 往往就出一个什么 小扣锅吧 是吧 你已经坏死了 什么过去式的 就是小扣锅 那极性性格 极性性格的损伤绩 极性性格的损伤绩绩 那么第二个还会叫什么 叫功倍向下才高 啊 S段功倍 ST段功倍怎么样 向下 那么如果说ST段功倍向下才高的 那么功倍向下才高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考虑什么呀 那就是一个星包岩啊 考虑星包岩 我们可以考虑是一个星包岩 那么还有个叫什么 叫ST段叫什么呀 叫鱼钩样 是吧 我们总结一下啊 鱼钩样的 回S段的鱼钩样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鱼钩样的 试剑不就跟杨帝皇有关系了 杨帝皇的起效量 我们就是杨帝皇 好 杨帝皇的起效量 好 杨帝皇的起效量 好 这个都是属于关于 IQ的 所以这题呢 我们选A 好 那么关于早膜的 我们说了 如果时早的 我们看QS波 是吧 QS波提前出现 QS波提前出现 那么QS波提前出现 而且呢 伴有什么呀 宽大机型 伴有 伴有宽大 那么伴有宽大机型呢 就是大于等于0.12秒 这个我们就考虑什么呀 实性走过 那么它的代偿是完全 那么什么叫完全和实乎 什么叫不完全啊 就说还是看对P波来说 就斗方节 斗方节对我们整个传导 是否有干扰 你想想 我们斗方节 是不是在哪 在我们的心房上 是不是在运行房上 那么如果说你 屁搏 就是心房上 心房上 如果说想造反时 什么叫造反啊 意思就是说 我不听你的了 我自己发送指令 让我心脏来跳 这个我们都叫什么 异味 除了斗方节以外的心律 我们都叫什么 异味 因为我们正常心脏 我们是斗性心律 那么如果说 心房上想造反时 你想想 那么离得斗方节 比较近 所以这个时候 造反往往怎么样 不成功 你不成功 肯定 你这个是山高 皇帝院 说造反就造反 那么你离得我太近了 肯定是在京城脚下 你想尖干齐 说办了 捏就捏了 九门提督 就把它灭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往往代偿 是不完全的 可是你心事不一样 你看你心事 他离得斗方节比较远 中间还隔了 隔了一层墙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怎么心灾乐鹤 反正你鞭长墨迹 够不着我 所以说他的代偿 是什么样 完全 所以说他对于 东方节来说呢 是往往是不受影响的 所以说 他的代偿是完全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 史性的藻拨 也叫史性的签收 那么我们来看看图吧 来看 是不是明显能看见 一个宽大机型 是吧 这个是不是也是个 宽大机型 是吧 拉伸拉宽 大家得以0.12秒 这就是史性藻拨 所以我们说 防导时藻是一眼看的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 防性签收 那么防性签收呢 它的特点就是什么样 提前出现什么样 P波 或说P波提前出现 P波提前出现 那么P波提前出现呢 Q2S波正常 Q2S波 我们是正常的 所以说P波提前出现 Q2波正常的 那么它的代偿 是什么样 不完全 为什么呀 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你心房上 本身来说 斗黄节就在心房上 那么你心房上的 某些人员 想发生造反的情况 非常难 是它往往不成功的 是吧 P波提前出现 Q2波正常 这个叫什么呀 这叫防导 你看它的二间期 是吧 二间期明显怎么样 后面它直接就拉宽了 拉宽了 那么我们来看史阳素 那么史阳素我们来看 史阳素其实我们没把它讲那么多 那么它的特点是叫什么呀 叫突发突止 它的特点叫突发突止 就是突然发生 突然提 这叫什么 起始突然 就是突发突止 而且呢 二间期绝对规则 就二间期 就是这个二波 跟这个二波的距离 包括呢 这个二波的距离 二间期啊 你一测量 都是等距 这叫二二间期 绝对规则 二二间期呢 绝对规则 二间期 绝对规则 那么如果说 放到我们整个 内科学上来说 那还有个体验 我们叫什么呀 叫迷走神经 兴奋和缓解 我们叫做迷走神经 迷走神经 那么迷走神经 兴奋 迷走神经 兴奋和缓解 迷走神经 兴奋和缓解 那么什么叫做 迷走神经 兴奋和缓解呢 就是说 比方说 压迫眼球的 压迫一侧眼球啊 压迫一侧颈动脉啊 包括什么呀 恶逆反射 长吐 恶逆反射 甚至于冷水洗面 这些都是表示 次迷走神经 如果次迷走神经 后发现呢 整个这个 致阀上素 突然就怎么样缓解了 这个我们就考虑是 迷走神经 兴奋和缓解 比方说 压迫眼球 压迫眼球 压迫眼球的 什么压迫颈动脉 压迫颈动脉的 甚至于恶逆反射 恶逆反射 呕吐嘛 恶逆反射 这些呢 都是表示 迷走神经兴奋 症状怎么样 可以缓解 这个我们都考虑是 阵法性的 史上素 好 那么再一个就是 新防颤动 防颤 防颤呢 P波消失 没了 P波消失 出现什么呀 大小不等的 小F波 是吧 出现了小F 频率呢 新防率非常快 快嘛 就是这 这就是防颤嘛 频率非常非常快 那么快的话呢 新防率能达到 350到600次每分 那么我们 就算我们来看 什么明显成一个 小矩子状 是吧 成小矩子状 这个就属于F 而且呢 22-7 怎么说啊 22-7 绝对不起 如果说22-7 绝对不起的 我们就是 史上素 那么如果说 22-7 绝对不起的 我们考虑就是防颤 22-7 22-7 绝对不起 22-7 绝对不起 那么22-7 绝对不起的 我们就考虑是防颤 是吧 你看看 这个图 是吧 这个是 长的 变短了 突然怎么样 又拉长了 怎么样 又变短了 又怎么样 拉长了 等等之类 这叫22-7 绝对不起 那么对于史上来说 这个我这种不用讲吧 会画不 还不会 哎呀 我眼闭看 我眼闭随边画 我都画出来 这就是一个史上 什么完全的 看不见P波 看不看的 那么这属于 最严重的 曲折 是吧 就完全 这属于是 人到了最后的阶段了 是吧 相当于跨过奈河桥 奔向哪呀 黄泉路 是不是都水到这 是吧 跨奈河桥 又喝什么汤啊 孟婆汤 什么味呢 甜的 是吧 都知道 我发现呢 这个不考的都会 考的你未必还会 这个就是史颤 史颤是人的 最后的临终状态 它是最严重的 性障 那么对于防止 车涛组织来说 我们主要看什么呀 看P2 电器 对吧 我们看P2电器 如果P2电器呢 大于等于0.2秒了 OK 我们就考虑是 方向车组织 那么我们来看 遗传 我们讲过 如果说P2电器 大于等于0.2秒啊 或者说大于0.21秒啊 我们一般是 大于0.2秒 如果P2电器 大于0.2秒时 那么而且什么呀 不办 不办什么呀 不办 Q2S波脱落 那么不办 Q2S波脱落的 那么这个我们叫什么呀 叫一度的 方向车组织 好 那么我们来看 二度 那么二度分为 一型和二型 叫无人型和 是末式型 那么如果说 P2电器 你看P2电器 逐渐怎么样 延长 就是礼拜一 8点回家 礼拜二 9点回家 礼拜三 10点回家 礼拜四 11点回家 礼拜五 不回家 什么突然呢 跳跳跳 丢一个 是吧 怎么这样 丢一个 那么这个呢 叫P2电器 逐渐延长 然后呢 伴有 Q2S波脱落 我们叫什么呀 叫二度 一型 方向车组 那么我们还要什么 二度二型 那么二度二型 是P2电器固定 P2电器固定延长 那么P2电器固定延长 然后伴有什么呀 Q2S波脱落 这个叫二度二型 我们叫二度二型的 房时装置 是吧 跳跳 突然掉一个 这好比是135 去外面 促西叶潭 246回家 这属于是二度二型的 那么如果到了三度呢 那就是你跳舞的 我跳舞的 这叫房时分离 我们可以叫房时分离 那么房时分离呢 今天是故族房 在我这儿 媳妇是姓房啊 所以说我们是姓房率 大于新时率 我们是姓房率 姓房跳四 是吧 姓房率 大于什么呀 新时率 那么姓房率 大于新时率 这是很关键啊 这个常考这儿 姓房率大于新时率 也就是你跳舞的 你跳你的 我跳舞的 反正互不相干 甚至于同时收缩 如果两者同收缩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可文集什么音啊 对 我们叫大炮音 我们可文集大炮音 这些呢 我们都考虑是一个三度的方式传导阻止 好 做题 说典型的心脚痛 发作时 面对缺血气的导链 改变为哪一个 A呢 是延长 B呢 是缩短 C呢 是不变 D呢 是下移 E呢 是太高 那么典型 瞬间看啊 是什么典型 那么典型的心脚痛 我们叫什么呀 叫稳定性效果 对不对 典型的心脚痛 我们就叫稳定性 我们就叫稳定性效果 那么稳定性效果 我们是什么 S弃段怎么样 下降 我们就是 ST弹怎么样 下降 他说老四话不对呀 你说S弹下降 这个T力没有下降 有个下你选不选 哎呀 靠悟性 情商很关键 所以我们是选什么呀 我们选四号D 当然了 如果说是变异性效果 如果说是变异性 如果呢 如果说是变异性的心脚痛 那么变异性性脚痛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ST弹怎么样 下降 所以这个题 我终于改改 说我把典型改成变异 说变成抬高了 当然它是典型的 典型的 我们就选什么呀 选S弹D 它是ST弹的一个下降 好 看一题 说目前我国引起防战 最常的病是答应 这个实际上是个内可 A呢 我们是风心病 二肩半 怎么样 下斩 B呢 我们是急性的心肌的梗死 C呢 我们是甲抗 D呢 是缩绽心脑炎 E呢 是高氧相病 那么对于防战来说 那么对于防战来说 如果说最常见的病因 最常见的病因 有两个 有一选一 每一选二 一是老大 二是老二 老大再选老大 老大不再选老二 同时存在老大为主 那么第一个我们是什么呀 就是风施二侠 啊 风施性 风施性 二肩半 狭窄啊 风施性的 二肩半 狭窄 风施性的 二肩半 狭窄 好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GREASE GREASE 我就是甲抗 甲状显 共同抗云证 那么这个题例目 我们来看 既有二侠又有甲抗 但是我说过 有一选一啊 一老大 就是提供我选什么 我们选一号A 叫AA 风施性的 二肩半狭窄 正是因为防战 可引起什么呀 血栓形成 而引起栓塞 甚至于常见于脑栓塞 好看这题 说一度防止 传刀组织的心电阻 那么P2近期的表现是哪一个 A呢 是正常 B呢 是大于0.2秒 C呢 是消失 D呢 逐渐延长 E呢 元素的 我们说一度防传 我们主要是P2近期 肯定是怎么样 大于 P2近怎么样 大于0.2秒 所以这题呢 我们选 二号B 好 下题 说不符合 这题很坏 它是反的问的 它说不符合 那么不符合 三度防止传导组织 那么心电图特征呢 是哪一个 A呢 说心防率小于心实率 B呢 是心防率大于心实率 C呢 是P2间期相等 D呢 是R间期相等 E呢 是Q2字形态 可正常 一个程宽级 我们说过 三传 那么它往往是 防时分离 是心防率 大于什么呀 心实率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只能选A楼 它说心防率 小于心实率 这不错了 那么心防率小于心实率 如果是防时分离的话 我们考虑是一个 史速的变化 所以题呢 我们选 E靠A 就是说走到这儿呢 我们就把新电图 跟大家呢 一块分享完了 那么虽然这个地方 是个重中之重 如果不是重点的话 不会用这么大的一个笔墨 跟大家一块分享 尤其把刚才所讲的这些 文字性的这些版书 希望大家呢 非常有层次下来 而且呢 通过做题中 慢慢的必有题会 感谢观看